这是经济学人 共军如果登陆台湾 代价会多大 刚才我们前几章都讲过 共军从来没有放弃武力犯台 从来没有放弃过 可是为什么没有放弃 顾虑的原因 第一个损失太大 金钱 人力 装备损失很大 而且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还不知道 那损失到底有多大呢 我用诺曼地登陆 二次大战的时候 诺曼地的大登陆 我们来比较一下 如果现在实施大规模的登陆 跟当年的诺曼地大登陆 它的损耗有差多少 大家可以看 这是中国大陆 这是台湾 这边是英国 这里是法国 当时的登陆的方式刚好相反 为什么相反呢 中国到台湾 叫做由陆到岛 这是一个大片的陆地 登岛 登到台湾岛上 而二次大战刚好相反 英国是一个岛国 法国是欧洲大陆 它是游岛到陆 游岛到陆 这是相反的概念 那么我先讲 游岛到陆的优点在哪里 游岛到陆 它的后方的各项港口 有联军源源不断的兵力跟资源可以进来 那进来的同时 它没有办法被德军去做监控 因为海洋太大 很难掌握 所以说英国在它其他各个港口 完成的极绝的物资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所以在德军在法国 没有办法非常精准的掌握到 它到底聚集了多少兵力 这是当时诺曼底登陆 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功点 但是即使如此 它的物资只聚集了多少 700万吨 那因为它是游岛到陆 所以它车辆只有一万辆 它的船只 特别多 特别多 6939艘 那军机呢 它因为要登陆 它必须要有大规模的空中优势 因为在二四大战的时候 还没有所谓的制电池站 还没有所谓的资讯站 它全部要靠空优 所以它空中的飞机的数量 相当的庞大 一万1590架 那么人呢 15.6万 完成了这一次的诺曼底登陆 当然伤亡相当的惨重 那我们回归到现今 从中国如果要登陆台湾 是相反的 是由陆到岛 那么岛的资源是劣势 也是优势 台湾四面环海 北有日本 南有菲律宾 后面第二岛链 有美军在这边做一个协防 那么所有的补给 从后方来讲 是很难截断的 但是呢 中国要登岛台湾 因为受整个黑潮上来的影响 这个潮水是相当重 所以说 它要从中国 到台湾来 它的物资 它的车 它的船 它的军机 还有它的战斗相关所需的物品 都会非常的庞大 我们先来提列 这是物资的部分 它3000万吨 700万 3000万吨 这多了好几倍 另外就是车辆 因为它是内陆的运输 它绝大部分的物资 需要靠车辆运输 所以它多了100万辆的车 要从内陆向这个地方集中 第三就是船只 因为它要渡海 那么渡海 台湾海峡的天然的情势 跟英吉利海峡 英文海峡不一样 英文海峡是两边载中间宽 台湾海峡是两边空旷 中间狭载 所以它可登陆的位置 和服务员非常的小 但是左右能够被资源控制 跟截断的几率却非常的大 所以说它的船只 它的军机 还有最主要是军事的列车 我讲过要运输 要把所有的兵力物资 要向东南运输 那么会有非常非常长的预警期 也就是它开始运输的时候 我们就侦测到 它开始动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跟在英国第二次大战 完全不一样 因为后方广大的海洋 当时的德军无法精准侦测 而现在中国大陆 完全它的陆运 它的铁运 它的所有的行动 都被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如果解放军要攻台 比照洛曼蒂登陆的状况 这个代价 是洛曼蒂的好几倍 是洛曼蒂登陆的好几倍 而且还不见得能够成功 另外这是已经一反常态 共军两栖演习部队 结果这是中国解放军 自己的演习结果 结果太意外 这是央视说的 他说还没上岸 他们自己兵推跟推演的结果 解放军如果要登陆台湾 还没有上岸 三分之一就已经牺牲了 就阵亡了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三分之一 这是兵齐推演的数量 事实上会更严重 我告诉大家 大家试想一下 整个登陆作战 从中国到台湾来 那么所要经历的第一波 第一波 虽然说他们有很强的导弹 有什么电子权 可是我们沿海的 不管是雷霆9000 不管是鱼叉飞弹 不管是陆军的陆上火炮 他对于第一波登陆的船只 三分之一的船只 一定是集火射击 当他把第一波的船只 全部打搁浅 或是打沉以后 大家想想看 第二波的船只要怎么上 他全部被堵在海滩上 堵在海滩上不是塞车 不是像我们上下班高速公路 或者是路面塞车一样 塞车而已 他停在原地 就会成为我们守备部队的 集火射击目标 所以他三分之一被卡住之后 另外的三分之二是集体阵亡 因为全部卡在那边 进退不得 你向前进 前面有搁浅的船只挡住 你想向后退 第三波次要往前进 所以第二波次 会是最惨的一个波次 他进不得也无法退 所以说这个伤亡来讲 对于整个登陆座带来讲 是相当大的惨案 所以东部七色集团军 以073型的两栖登陆 成为一个旅之后 他就发现这样不行 因为第一个 海上对抗性不够 海上耐打性不够 还有第二波次 要突进的速度跟间隙 都没了 都被堵死了 所以他的损伤会相当的严重 所以这就是 这是我再强调 这是解放军 他们演习的结果 因为解放军 如果真的要开始 做士兵演习 他一定要先做兵棋推演 可是光是兵棋推演 就出了很多的麻烦 因为他有三件事情要克服 第一个 你要登陆就要过得去 怎么过去 坐船去 坐飞机去 还是游过去 当然是坐船去 那我刚讲过 第一波给堵住了 第二波怎么办 进退不得 第二个要解决的就是 装得上 你的战车装得上去吗 人家说99A战车很强 一台五六十吨 你能装几台 你的人员 能够挤上运输件吗 再加上装备物资油料 还有通行器材 你装得上吗 你装不上的话 怎么办 你的摊头根本上不去 所以现在连第一步 都没有解决 叫做过得去 过不去 就过不去了 那后面装得上 跟上得去 都是空谈 所以他兵棋推演 光是第一步 光是第一步 过不过得去 都是问题了 所以抢摊登陆 这一段时间 他们是以装甲步兵链为主 以073的两栖登陆舰 内的小型登陆艇 来运输到摊头 蓝军开始接战 并且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在海上 就能制裁住 整个陆上台湾的守军 所以说 整个红军 就是解放军 他们的第一波的攻击 总损失人数 多达三分之一 可是我告诉你 墙会超过三分之一 那么最后呢 即使少数登陆上来的人 对于地形的不了解 对于城镇的不了解 全部在山路上被狙击 最后全部落败 这就是犯下 战术上的失误的 整个连不见 整个连不见 所以我才说 这就是中国 他如果真的想 务实的要武力犯台 这些问题都要克服 而且呢 我们台湾的战力发展 我们的战备整备 会让他想克服的 几率越来越低 如果你怎么回事 也就好了 你也不想克服的 看来 在这里 我都在看 怎么回事 都要克服的 那我啊 不想克服的 我 对于 吃